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酸爽啊 虽然电脑剪辑入门稍难 但是一旦入门 你会发现无论是剪辑效率还是自由度 可实现的效果 电脑剪辑都是另外一个实际 主流的电脑剪辑软件呢 基本上就是三款 PR Final Cut Pro 达芬奇 我个人啊 其实最喜欢的是Final Cut Pro 但是这款软件呢 是Mac独享 无法安装在Windows上使用 有Mac的同学呢 还是太少了 后面有时间 我可能也会考虑出Final Cut Pro的教程 达芬奇呢 很强大 但是新人上手呢 还是有难度 另外 由于相对小众啊 生态还没有建立起来 可用的插件和预设少之又少 还是比较适合有一定基础的同学 PR应该是目前电脑剪辑软件里面普及率最高的了啊 Windows和Mac都可以安装使用 生态呢也非常完整 有一堆的插件和预设可以直接使用 网上呢虽然有很多的教程 但是大多都是单个技巧的教学 新手基本看不懂 要不呢就是大几十集的系列教程 讲得非常细啊 但是哭到无味 案例无聊 时常感人 反正呢 我是睡得比躺在床上都像 所以呢 今天六叔开始填PR的大坑了啊 给大家带来PR零基础入门指南 系列教程 这个呢就是暂定的教学大纲 其实呢我也是今年啊 才开始认真钻研PR了 现在其实也是边做边学 所以呢 我觉得我懂小白 懂新手 很多同学可能连PR去哪下载都不知道啊 统一的扣给一 为了让更多的从来没有接触过PR的同学 可以看懂 我准备从电脑配置下载 安装开始讲起 拙步带着新手同学从入门 到完全掌握PR常用的所有功能 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啊 也可以通过弹幕和评论 给我反馈啊 我会及时的调整和增加内容 中间呢也会随时穿插案例教学 或者分享剪辑素材 系列教学啊 做起来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而且我准备全系列免费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下去啊 请把支持打在公屏上 当然还有你们的三连 PR可以安装运行在Windows和MacOS上啊 但是呢 以我的PR使用经验 还是在Windows上更为流畅舒服 另外 PR对于电脑的配置要求还是挺高的 我查阅了到被官方网站 这一页详细讲述了对于电脑的配置要求 我会把地址呢放在视频下方的警戒里啊 想了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 非常建议大家按照推荐规范买电脑 最小规范真的是 勉强规范 用起来会非常难受 不过呢也不需要担心 有很多办法可以避免卡顿 比如及时渲染 代理文件等等 后面呢都会教大家 需要注意的是 PR新版只能运行在Windows1064位操作系统上 显示器呢建议大一点 分辨率高一点 因为PR的面板很多 分辨率越大 你同时看到的面板也就越多 我用的这台32比9的大带鱼屏啊 是个好选择 5K的分辨率 最常用的时间线面板可以 好长好长 剪视频真的很爽 剪辑的工作硬盘最好是固态的SSD 因为PR在剪辑时呢会不停的读取硬盘 其他的配置再好 硬盘速度如果跟不上 也会有瓶颈 仓库硬盘呢可以大一点 可以用几块机械硬盘 组一个磁盘帧列 因为你的视频素材越来越多 很快会塞满你的硬盘 我一般是把素材拷贝到工作盘 用PR剪辑等工作盘快满了 把不常用的素材和项目 整理拷贝到仓库盘里面备份 然后呢清空工作盘 这样就可以兼顾速度和容量的需求 后面讲项目管理的时候 我会细说 内存呢至少16G 32G更好 我是64G 显卡不用太好 但是至少是独立显卡 因为PR的KUTA GPU加速还是挺给力的 用显卡加速和不用差别还是挺大的 具体的要求呢 大家看官方介绍啊 我就不细说了 地址在简介里 PR2020正版呢 2975亿年啊 哎有条件的同学还是建议支持正版 没条件呢 也有办法 给大家呢 推荐一个大神 这是他的微博主页 看置顶的微博 PR2020最新版会不定期的更新 不只是PR啊 倒背的全家桶都有 下载解压后 一键安装非常爽 这种大神啊 越来越稀有了啊 请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我的PR教程将会以最新的PR202014.3版本做演示 刚才提到的这位大神已经更新了最新版本 建议同学们安装最新版啊 我会把微博的ID放在简介里 实际使用中 PR2020版还是比较稳定的 基本没有出现过之前版本的崩溃 假死的情况 用起来呢 还是挺舒服的 导致我最近啊 基本所有的视频都是用PR剪辑的 PR的界面呢 看起来还是挺复杂的 但是同学们不要被吓住了 因为我们常用的功能啊 就是这么几个 最顶上是菜单区 所有的功能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后面我们讲到具体功能的时候 记说 下面这一溜呢 是面板组 相当于一个一个使用场景 最前面的这个小房子 就好比是你的家 最近你编辑的项目 在这里会有个记录 方便你随时打开项目继续编辑 也可以从这里新建项目 右侧呢 是一个一个面板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 基本就是字面的意思 我其实都不怎么用 因为PR可以自己定制面板 这个叫做6的面板 就是我自己定制的 基本涵盖了所有常用的功能窗口 一会儿详细教大家如何定制一个属于自己的面板 这里先以我这个定制面板给大家介绍一下PR的基本功能窗口 最左边呢 是项目管理相关面板 这里呢 我放了项目窗口 效果窗口 历史记录 项目窗口呢 是用来导入素材 管理素材的地方 双击或者右键呢 都可以导入你电脑上的素材 下一集讲新建项目的时候 我会详细说 效果窗口是PR所有的视频 音频效果 以后讲剪辑的时候会经常用到 历史记录窗口呢 就是历史记录 方便你做错了 回到之前 边上这个面板 我放置了圆 信息 效果空间 露蜜锤颜色 基本声音 双击项目面板里的素材呢 素材会显示在原窗口里 这里可以浏览素材 设置素材的入点 出点 后面讲剪辑的时候会很常用 以后详细说 信息窗口会显示 当前选择素材的基本信息 比如分辨率 帧率 声音等信息 效果空间面板呢 是最常用的窗口啊 这里可以编辑所有的效果 比如关键帧动画 音频 视频的各种效果之作 后面讲到具体剪辑的时候 我会具体的说到 RumiTree颜色就是PR的调色面板 这里可以对你的视频进行调色 功能非常的强大 后面讲PR调色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说 基本声音是PR的声音编辑面板 在这里呢 可以对你的视频声音进行编辑 比如降噪 基本上是 而倒背的专业声音编辑软件 AU也就是Education的缩小版 以后呢 也会详细讲 再往右 是视频的预览窗口 在这里可以预览你的项目 可以调节预览窗口的大小 这里可以调整预览分辨率 如果你的预览很卡 可以调整为1分之1 或者是1分之1的分辨率 这下面呢 还有一排按钮 鼠标悬停 都会有相应的解释 以后慢慢都会讲到 点击边上的加号 还可以增加经常用到的按钮 最右边是 Lumetri范围和基本图形 Lumetri范围调色的时候呢 会很常用 我一般是打开Lumetri颜色 进行调色 然后同时打开Lumetri范围 通过各种图表查看效果 虽然中间的视频预览窗口 可以直观的看到效果 但是通过图表 可以更加精确的查看 各种参数和调色效果 后面讲调色的时候呢 我会详细的讲解 基本图形 也是常用窗口啊 功能非常强大 这里的浏览面板 有很多的PR自带模板 也可以导入外部的模板 组成自己的模板库 以后呢 我也会分享 我使用的模板给到大家 编辑面板 可以调整模板的各种参数 也可以调整各种字幕 标题的样式 后面的教程呢 慢慢教大家 这里是常用工具面板 以后剪辑的时候呢 会经常用到 后面讲剪辑的时候 我都会具体讲到 这里就是最常用 也是必须用到的 时间线面板 这里呢 更像一个装配流水线 视频 音乐 音效 字幕 用故事脚本 为蓝图计划 按时间先后 被叠放在了时间线上 然后组成了 我们看到的视频 面板上的详细功能啊 放到后面讲剪辑的时候细说 PR的面板支持定制 比如我们基于编辑面板 定制一套自己的面板 打开编辑面板 点击顶部菜单里的窗口 打勾的呢 就是这个面板有的功能 我们可以选择需要的功能 比如基本图形 这时呢 基本图形的窗口 就会显示在右侧 点住基本图形面板的空白处 拖拽到其他面板的边上 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梯形的区域啊 松开鼠标 基本图形面板就会被放在了这里 如果拖拽时出现的是这种 长条形的区域 就可以上下贯通的放置 还可以点住基本图形的文字部分 拖拽到其他的面板里 最后只需要点一下这里 另存为新工作区 这上面呢 就会多一个面板了 如果感觉自己搞砸了啊 也可以点击 重置为以保存工作区 面板布局 就会恢复到初始的样子了 点击顶部菜单的窗口 工作区 编辑工作区 可以把不常用的面板啊 拖到溢出菜单里 或者不显示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随时调整 让布局更加清晰和简洁 建议你打开PR 动手试一试啊 非常容易 各位呢 可以按照我的面板 自己定制一套 这个面板呢 是我一直用的面板布局 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常用功能 你可以暂停或者截图保存我的布局 本集呢 给大家介绍了 如何下载安装PR 以及PR的基本电脑配置啊 还有PR的基本界面和功能介绍 希望大家看完本集 安装好最新版的PR 定制好面板 下集呢 就带大家动起来 目标呢 是学会PR的新天项目 和基本剪辑 系列教程 制作不易啊 我的唯一动力 也只是你们的支持 所以请同学们动动手指 给个三连 这些数据对于我非常重要 感谢大家 本系列教程呢 至少是周根 所以没关注的同学呢 也可以关注期待一下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是六叔叔 爱你们 必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